今天是2022年的2月16日 欢迎收听忽软忽硬最新的这一期电台 这一期是讲编程的 与编程相关的 就是讲 上面讲了七七了 这一期讲第八期 化整为零的方法函数 在编程语言之中 实际上是借鉴了大量的数学生的术语 但是数学实际上 与编程的关系不大 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可以说很多人都不这样认为 他们认为计算机是数学的一部分 我认为这个人首先是个大忽悠 或者他误解了数学 也许他误解了编程 与计算机 我是说的我们普通人 而不是那种计算机科学家 与计算机比较相关的一门数学是数理逻辑 当然我们所有计算机系的学生也好 还是数学系的学生也好 都学过这门课 如果你不是读这个计算机语言的博士 仅仅是普普通通的一个计算机人员出来的话 就是通过编程去混饭吃 学不学数理逻辑正门课 几乎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至于像微积分这种数学的话 与编程的关系就更远 除非你是特别想研究数学 我才建议你去学微积分 有人可能是说 为什么我特别的 他的工作特别的与这个数学相关 比如说他要天天做微积分 很可能就是计算机是你的一个工具 你做的东西就是数学 如果我是说仅仅是在网上这样编程 大部分的编程工作 实际上是用到微积分的 如果你仅仅是想学一门编程语言的话 为了让他能简化你的工作 我们都知道一些极限 或者是微分或者是积分 几乎是没有太大用处的话 除非你是从事相关的 比如说你是从事武器研究 或者是什么 但是计算机其实就跟铅笔一样 是你的一种工具 接下来的话我就说这个函数 为什么呢 因为函数就是一种数学用语 而且这很搞笑是吧 在编程之中 很多的概念一样 这个函数在不同的语境之中 是有含义是非常非常的不同的 不只是函数这一个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的 如接口还是代理这种概念上 不同的编程语言 对此有不同的概念 比如说你同样是接口 在加法上的接口 跟objectivity的接口就不一样 代理也是不一样 这个函数也是这个样子 就是函数呢 它是从数学上借鉴过来的一个名字 结果呢 它有很多的名字 在计算机编程中 有很多的名字 比如说有的编程语言中 称它为方法 有些编程语言呢 称它为事物 有些呢 就是称之为止程序 就是subroutine 当然还有人称之为程序 procedure 就是现在我们国人可能 特别能接受的就是函数 我认为这是一个 不太好的翻译 因为呢 你如果一旦把这个函数 就是我们C原子生的函数 它又有另外的含义了 比如说你讲这个函数式编程中的函数 与这个C原子中 这个我把一个很大的文件 分解成很多函数 就是有非常非常不同 同样是一个名字 但是它里面的内涵非常的不同 就是后面的部分 我再讲一下这个函数编程 但前面的部分 就是我更容易更接近 称它为止程序 当然你如果用较真的方法来讨论的话 就没法讲了 比如说我们可以说紫程序是没有返回值 但是函数有返回值 但是对我来说这不是很重要 就是意思呢 你搭叉不叉就可以了 在这一篇中啊 就是我上半部分 我讲的这个情况是讲的是化整为零的方法 我觉得叫紫程序应该比较函数要好 因为一说函数的话 我们就能够想到我们初中 还是高中学的那个函数 数学上的函数 你要有个字边量啊 或者是什么东西啊 在编程之中啊 很多的函数是没有字边量的 仅仅是 就是说我有我的代码非常的长 现在呢 我也要用一种方法 把这一坨代码然后整理成 让人可以读懂的一种技术嘛 就是分开 像乐高积木一样 分成一块一块的 这种方法呢 对计算机来说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因为他不读你的软件 说实在了 你的代码什么样子 对他来说无所谓 他又不是诗人是吧 我们用这种方法更可能的是 对我们程序员本身是有用处的 对计算机来说没用 反而函数太多的话 反而还有相关的开销 你要调用不同的函数 他有相关的开销 质量会变慢 但是对程序员来说 如果你代码太多了 一眼望不到边的那一种 就拖到要死 就必须要通过某种方法 我把这个代码分开 函数呢 就是我们经常要用的一种工具 函数有可能只有一行 有可能有数十行 最好你不要超过数百行 如果达到了一两百行 你最好呢 还是再把它切分一下 除了容易阅读之外 函数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功能 就是重复使用 就是我写了这样一个函数 或者我写了这样一个方法 这时候我更喜欢让他 叫另外一个名字 叫纸程序是吧 我写了一个纸程序 然后你哥们然后过来说 这个东西怎么写 你就copy给他 这就附用嘛 程序员应该都知道一个 最大的道理是什么 你写的代码前人一定写过 你得想一个办法 把别人写的代码超过来 真的是这样 你如果说 我写的这个东西 前人没有写过 那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除非你做的是什么 特别创新的这个东西 但我仍然认为你还是可以超的 因为现在主流的编程语言 都有一个 除了语法之外 都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能 叫什么 包管理软件 比如说 Python有这个 PIP这个 Ruby呢 有RubyGames NodeJS呢 有NPM 这包管理软件是干什么的 你如果没有包管理软件 一大部分人就不想用了 这个包管理软件是什么 就是程序员 我要超代码的话 你如果复制软件 是不是有点点 比较low是吗 比较低级 你超的也不快 因此呢 我可以直接用命令 怎么把它打到配置文件里 然后一条命令下载下来 这就包管理软件 虽然包管理软件 我们不能称它为函数 但实际的内涵 仍然是函数所扩展出来的 就是我要复用 我要复用人家写的代码 我用包管理软件 一下子搞下来 接下来的话 我是来考证一下 这个编程语言函数 这个小历史 我先声明一下 我觉得函数这种思想 并不是说只有 计算机才知道 并不是说只有计算机 这部分人 这部分科学家 然后发明的 它其实是一个 非常非常古老的智慧 是吧 如果一项工程非常复杂的话 我们就分成一小块 一小块的 用编程之中 把这个方法用在编程之中 也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中国不是有一个成语叫什么 翻咬自治 比如说秦始皇统一六国的话 用的策略不就是合纵吗 因为这几个国家 那个六国如果要联合起来 打这个秦国的话 他可能单独是打不过的 但是联合起来 秦国有可能打不过他 因此呢 他们就用这个公孙岩的方法 然后几个国家联合起来 还是有机会的 秦国采纳的方法呢 就是这个 寒书思想是吧 我不能让六国团结 我要造成他们 彼此之间互相拆击啊 互相有这个内讧 这样的话 我一个一个打嘛 最后全干死 在编程之中 我所知道的 采用这种最早的方法 就是说我要翻咬自治的方法 是1949年这个ADSEC 那个计算机 就是采用了这种编程方法 就是只是当时没有使用 这个函数这个名字 函数呢 Function这个名字 最初 它是从数学上借鉴过来的 如果你要不停的去追的话 实际上它这个名字是谁 1673年的这个莱布尼茨 就是牛顿的老对手 然后发明了这个函数 到了1949年的ADSEC 他也是用了这个名字 这很奇怪 你发现吗 他们就是 其实没什么关系的 但是他一旦用了 大家就觉得 这个名字还可以是吧 如果大家对1673年 是没什么概念 就莱布尼茨的话 是没什么概念 我们可以做纵向对比 就对比一下 我们中国人的话 基本上只对中国的历史感情 是吧 你说1673年 好像没什么概念 好像是牛顿那时候 是什么样子 我们可以做个动向对比 在那个年代之中 牛顿的老对手 莱布尼茨就已经把这个经典力学 已经都建立起来了 就是说呢 我们上初中吧 是吧 力学 在1673年的时候 都已经被牛顿搞定了 那个时候是什么 中国的大清刚刚建立起来 康熙还是皇帝 现在说到了康熙 我又想起来 康熙他也用这个函数的思想 就分 分有自治 自程序的思想 分有自治的方法 他平定了三番嘛 因为 清朝他就用汉人 制成汉人 因为清朝的这个满族人 是人非常少的 就是说呢 你还是用汉人打汉人 我 封你几个王 封四个王是吧 就是说呢 你们四个当王就好了 当王的话 对终你要知道 我的许诺肯定是要收回来吧 如果那几个傻叉 知道的话 他就知道 他们早晚要打你嘛 但是汉人就是很 有点蠢是吧 当年是有点蠢的 他比如说五三桂嘛 他相信了 但五三桂后来又反了 反了已经不行了 你反的话要早反 千万不要等到那时候反 对手的实力 已经特别强大了 你再走 他就是离间你 然后呢 我一个一个打是吧 三个一起打 可能有点困难 但是我可以说 ABC的话 我先跟AB说 哎呀 我们是好朋友 我就是看C不顺眼 我先把C干了 怎么样 两个袖手旁观 他把C干了 他就跑到A那里说 我跟你关系很好 你袖手旁观 我把B给干了 然后最终你先干完了之后 不就干你吗 但是呢 很多人还是 这是个好方法 我们编程的时候 也要用这个方法 其实就是函数 或者我们更可能 把它称之为 翻腰字字 或者是 指程序是吧 但是既然大家叫函数 你要知道这个意思就行了 就是说 在学术上 我们再说学术上了 学术上 就是1930年吧 学术上1930年发明的 那个 Lambda演算 也是使用了函数的概念 只是呢 这个函数的概念 又跟指程序是有点不同了 这个概念更 如果现在知道 大家知道函数编程的话 就知道 它更侧重于那个 那个函数编程 使用函数的时候 我们使用各种函数 比如说 C语言中也好 还是Pathor也好 任何的时候 我们都不用考虑 为什么呢 因为语言的设计者 我们不是语言的设计者 我们就是使用者 我们学一门编程语言 说实在那 与这个设计 我们编程语言 可能之间的 差距 天差地别 我们普通人用着 我们不用设计 我们也不会设计 但是你一旦要做设计 一门新的编程语言的话 你就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 比如说 我是调用函数 C语言中也好了 比如说 你这个函数执行结束之后 你要返回到 你要返回到 原来调用你的那个位置 如果你返回的时候 你回到你原来的那个地址 已经被其他的函数修改了 比如说 你如何改变它 你如何避免这种情况 比如说 我有一个函数是X X执行的时候 它可以调用 在C语言中 你不能嵌套定义 我假设大家知道 这个C语言中 你不能嵌套定义的 函数都是平等的 所有的函数都平等 好像是人都平等一样 你不能做嵌套 我不能在X函数中 再定义一个Y 这不行的 但你可以互相调用 比如说 我在函数X执行的时候 调用了函数Y 然后函数Y 就把函数X地址 他的上下环境给改写了 这是有可能的 那函数X Y结束了 结束了之后 他要把控制权返回给X 然后X这时候就散逼了 因为他发现 我调用的一个函数 叛变了 他已经把我的后路给干掉了 就是X运行环境 已经被X自己调用的 这个Y函数给破坏了 很多的编程语言 刚开始的时候 是处理不了这个东西的 所以出了很多很多的情况 只是我们不是语言设计者 这种情况现在已经被填坑了 就是说 已经找到了一种解决方法 就是用站 就是我们学数据结构中 学到的站 大家可以随便找一个 学习资料看一下 都会讲这个事情 就是如果我们要设计 一门新的变成语言的话 还有函数除了 我前面讲的这种情况要考虑 还有一个方面要考虑 就是说函数能不能 做一个参数来传递 如果你是写JavaScript 或者是越新的吧 越新的 比如说我就以JavaScript来举例的话 我可以传递 我可以把函数 复制给一个变量 都可以 你就觉得非常的顺手 但是你如果是 这语言的话就不行 加把语言的话也不行 就是不那么好 这个能不能把这个函数 复制给一个变量 还有说能不能让函数 成为一个返回值 这语言中你能把一个函数 多为返回值呢 不能 这就是所谓的 就是说函数能不能成为 这个first class 就是头等公民的问题 就是你函数是 二等公民还是 头等公民 像我们在网上吵架 不经常说吗 移民到美国 你就是二等公民 好像在中国 就是头等公民一样 就是说函数是不是 头等公民 还是二等公民的问题 是编程爱好者之间 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 一般来说 你只要往上吵架 吵到了函数是编程 或者是直级编程 一定要拿出这个例子 来搞一下 就是子弹嘛 它是一个子弹 其实很多人也搞不清楚 这个一等和二等 有什么关系嘛 你一等二等 不都能写出好的软件了吗 但是呢 还是觉得 我这个是一等公民 好像比较厉害 其实有这个规律 如果大家仔细研究 编程历史的话 你就会发现 有这么一个规律 这个规律是什么呢 就是说越到后期 越到就是编程语言 你是按照先后顺序 你肯定是先出的是什么 佛程语言 是吧 这个我讲过了 然后再是C语言 再是越向后 你会发现 不是佛程是第一 然后LISP 等会我再讲 就是越向后 这个语言越来越支持 就是你这个函数 是可以作为头等公民的 这是一个普遍的认识规律 就是大家越来越发现 它好 只是在C语言 出现的时候 大家没有意识到 这万一这么好 就好像是 我们有一个手机 可能大哥大时期 那个手机中一公斤 还得有个人专门提着 是吧 我们看这个香港电影的时候 不都是有个人 专门提这个大哥大吗 那个大哥大是应该没有相机功能 可能 应该没有 我没有用过大哥大 看起来不像是有这个相机功能 但现在的手机 你基本上都有相机功能 编程语言也是这个样子 你现在越来越向后来编程语言 是不是越来越可能支持这个函数编程 它并不是纯函数编程 就是函数编程 就是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跟手机一样 跟电话的进化一样 后面越来越认识到 你这个手机上要有个相机 因此呢 我就支持相机 现在有没有一个手机是不支持相机的 我认为是没有是吧 起码是 现在买个千元机 应该也有相机吧 我认为是这样 但是现在你如果说 现在语言是不是越来越支持函数 现在还有很多的这个 纯的函数的编程 是吧 尤其是跑在JDK上了 有很多 不是JDK JVM就是加把虚拟机上了 有很多就是纯函数编程 作为学术界都在使用 你就会发现 函数可能会 函数编程以后可能会是 慢慢的闲云翻身嘛 你说要多久我不知道 比如说可能要50年之后 都是有可能的 这是一个过程 就很多的编程爱好者 不是一讲的话 就讲人世间大规模使用的 第二个编程语言是什么 LISP 第一个是服务程 LISP最牛逼也是第二 很多的爱好者就说 以LISP为例 就说LISP有很多的方言 对著名的有两个 一个是SKIM 一个是CommandLISP 当然了很多人 我看网上很多人说Ruby 也是LISP的方言之一 这个我也不去跟他争论 确实他借鉴了 LISP很多 但是你很难说 他是他的方言 这个也奇怪 就SKIM呢 他在设计这个 头等函数的时候 如果大家特别喜欢的话 你就会发现 你用不了多久 你就能研究清楚 就SKIM在设计头等函数的时候 它出了一个bug 因为SKIM它使用的是什么 就是动态作用欲 动态作用欲 我讲过了 动态作用欲是什么东西 前几期我讲过 如果我讲这个东西 是希望能开阔你的视野 并不是我要拽这个名词 动态作用欲是什么意思 其实我又不在这里讲了 这被证明是有问题的 后来这个Communless 就修正了这个bug 它使用的是词法作用欲 然后来处理整个的头等函数 就是说First Class 就是以应用 我们说很多人说 我不了解这个 我不了解LISP 那么你肯定了解这个Python 就Python早期的时候 说实在我学Python已经比较晚了 我大规模用Python已经比较晚了 我是从2.5开始用的 那时候也是买了一个影印版 那时候真的是影印版 现在书的价格就说明很贵 以前是奥莱利 奥莱利那个图书 以前是不翻译的 不翻译怎么办 它就是有个东南出版社 如果跟我年龄一样大了 你就知道我说的不是谎话 就是东南出版社 它就是引进来 引进奥莱利那个图书来 不翻译 就直接影印200书 特别厚的200书 可能一本书就900页 1000页 反正你200书2000页 卖的话100来块钱 才能是100来块钱 现在的话 你那样200书还不要300 我认为要300 你还现在多点点书 就100多块 我是从2.5开始学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记得特别清楚 因为那时候我第一次看原版的书 2.5的Python 2.5之前 是没有安装相机的 不能说没有安装相机 就是Python的匿名函数 它只允许什么 只允许表达式作为函数 就是越来越厉害 为什么我理解的特别好 因为我是2.5之前 就是这个 南无达表达式 还不成熟的时候 它并不支持 现在的人不是在网上都争论 说Python多好 你看我又支持这个 又支持那个 又支持这个 又支持那个 实际上它支持 是在2.5之后慢慢支持的 现在不三连级了 你经常拿这个三连级 就是相当于你拿个iPhone 去比较人家的大个大 不能说不能这样比较 它比较自己 实际上你不能拿新款的 比你以前的是吧 你以前也不够好 所以很多的语言支持者 就是这样拿今天的样子 来说以前 但是现在不是Python的南无达 已经加入了 但也仍然是有一些争论 比如说有所好的 有所不好的 Python这个项目都是开源的 你如果觉得不好 按照我们现在网上不经常说的 一个很流氓的道理 你觉得不好 你别批评它 你加入Python编程社区 混成大佬 然后改变Python 如果你不想改变Python 你就出一个新的语言 你搞个Ruby 这句话不是现在非常流行吗 就是你觉得某个地方黑暗 你别批评它 你加入它 明天改变它 这是我认为 这是一种非常非常流氓的逻辑 虽然我不在网上参与这种吵架 但是我仍然认为你妈是有道理的 因为这 你妈当然是有道理 是吧 比如说这个 我认为这个 你发泄自己的情绪非常的好 比如说大清 这个孙中山 大清非常腐败嘛 孙中山至少觉得大清比较腐败 按这个道理的话 孙中山应该去什么 考科举嘛 你考一个状元是吧 你不就考了科举 然后加入大清来改变大清吗 你为什么反而是直接推翻了大清 建立了中华民国呢 编程语言上也是这个样子 你觉得不爽的话 你真的是一种呢 你又不停的骂他 其实孙中山就不停的骂大清 然后呢就推翻他 你最好是搞一个自己的框架 或者搞一个自己新的编程语言 这个会很爽 我就举个例子吧 写加瓦的人应该知道 有个叫Spring框架 在此之前的话 Spring框架是在20 20几几年啊 我不知道 我忘记了 反正我知道的时候 他已经很成熟了 他是一点几还是什么样子 就我们 我上学的 因为我年龄很大了嘛 我们那时候会动什么 加瓦意义 加瓦意义这个东西 就是又大又笨又难用 真的是又大又难用 因此呢 一下子出了一个 他的名字叫什么 Rod Johnson 就是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 Joyson应该约翰逊 什么什么 罗德约翰逊嘛 他是悉尼大学的一个学什么 学这个音乐的 他是一个音乐系的博士生 还是什么生 他发现了这个东西 很烂 他至少觉得很烂 于是呢 他就 他就决定 我要去搞一个 结果呢 他也是网上的喷嚼嘛 这个人也很喷嚼 脾气都比较大 写编程很厉害的 人脾气都很大 你很难指望说 他的火力程度 也是相当强的 当然我不能跟那个Linas比 Linas喷的确实太猛 他确实也脾气不好 这个罗德约翰逊嘛 他是音乐系的学生 就自己搞 他骂这个加瓦意义 然后自己写了本书 就是后来这个自己的框架 叫Spring Spring后来被谁被VMV啊 然后收购了 然后后来 他好像做了两三年嘛 然后后来又出了一个 一个 他后来又 他又出去办了一个公司 不是有一个Spring Spring前两年是 18年还是多少年的一个 我没记错的话 18年生日嘛 你就是已经成人理了 是吧 这个Spring诞生18年的时候 他就做了个演讲 在那个YouTube上 我完全看了他的演讲 他会给你讲这个 做 做开源软件吧 或者说他学到了十条经验 还是几条经验 我忘记了多少点经验了 就是其中有一条经验 就是说你要 有反抗经验嘛 大概我没记错的话 大家可以说一下 就是把这个 罗德约翰逊的名字 然后放进去 然后打Spring 18岁 18年纪念 或者20年 我忘记多少年了 大概是18年这个样子 就是他自己 就是Spring 他讲他如何 混成大佬的 是吧 音乐系的学生 也没有学过计算机 就前面的部分 我就讲的就是 与函数编程没什么关系 现在我又 接下来的话 就是在讲函数编程中的 这个函数了 跟那个子程序是不一样的 我不知道 主要是翻译的问题 你很难说函数编程中的函数 是C元中的方法 或者子程序 这里的函数 一定要注意它的区别 我觉得这个翻译 在C元中 不如叫子程序 子程序的话 你就知道 你很多子程序 组成了一个程序 是吧 但这个 也没办法 是不是 现在函数编程 已经越来越被接受了 现在的编程语言 对这个函数编程 实际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支持 例如说这个JavaScript 或者是CoffeeScript PSP都支持 Python P Ruby Cesup 还Java等等 都是不同程度的支持 慢慢的就会越来越支持 我来讲一下 就是你如果要知道 什么是函数编程的话 我仍然认为 你还是从历史中 历史中去知道 这样的话 就非常的容易 与C元之中 我把它称之为什么 直级编程 然后Java Java 还有什么面向对象编程 就是有个区分的话 就是先来讲这个计算模型 这是计算机科学家做的事情 我们大家都应该熟悉什么 图灵 图灵机 现在我们用的 主要是图灵计算机这个模型 实际上除了图灵计算机这个模型 还有另外的两个非常著名的模型 一个叫地规计算模型 一个叫南大计算模型 这个就是数学家做的事情 在1900年的时候 我们想 那个1900年的大清还没有灭亡 现在不是2022年吗 1900年 都100多年了 然后 那个时候就是 1900年的时候 有一个科学家叫西尔伯特 大卫西尔伯特 数学家非常 就是可能是上个世纪 最著名的数学家 就是大卫西尔伯特 他提出了一个23个问题 当时就慈禧正在 被外国人赶到了西安 然后化妆成农妇 然后跑到西安的时候 这个1900年 然后 这个西尔伯特就提出了23个问题 这23个问题中 到现在 到今天 就是今天我在这里录音频的时候 还有七八个没有完全解决 所以这个人很厉害 出了20多个提 七八个现在没有完全解决 还有三四个完全没解决 就是说零 解决了零 因为他很厉害 你看他不值得做 也好 100多年了 大家没搞定是吧 如果有听电台的各位 你又对数学真的是感兴趣 然后又能解决部分问题的话 我前面不是说了数学跟这个计算机 关系不大吗 实际上真的关系不大 你如果能解决其中的一个 你还能拿了不少钱 你解决任何一个 这个纽约大学还是哪个大学 一个富豪 他就说呢 你只有解决23个问题中的一个 一个是300万美金吧 我忘记了 还可以就是说 他负责 他负责给你搞一个美国大学 让你当教授 就是你真的能解决就可以 这23个问题之中的第10个 是一个有关 数论的题目 就是说 我有一个不定方程 这个不定方程 我要 我们要解除一个值来 就是说 我能不能通过有限的步骤 来判定这个方程 能不能得到有理数捷 就是说呢 现在这个问题你不用解决了 因为已经被一个数量科学家 解决掉了 答案就是不可能 我们不能够通过有限的步骤 来判定 我这个方程 不定方程 有没有整数解 解决不了 就是说 这个已经被证明了 我们不用去证明了 但是在解这个问题的时候 有很多科学家 去投入其中 有无数科学家 投入其中 来解这个问题 你说他们是为了钱 有必定是为了钱 可能跟我们打游戏一样 就是无数科学家 投入其中 他们就搞出来了 一个计算模型 这个计算模型 就是蓝大计算模型 当时呢 他们可能就 没有意识到 我这个模型 将来是可以造计算机的 我认为 所有的科学家都没有 都没有意识到这个情况 其实呢 包括哥德尔 秋奇 还有图灵等科学家 都在这些模型上 投入了巨大的精力 他们的本意 也不是造一台计算机 你说1900年的时候 他们应该想不到 我50年后 或者60年后 要造计算机吧 应该是想不到吧 后来的话 而且他们都去世了 你如果说 这个 希尔伯特 你说你出的23个问题 竟然第10个问题 搞出来了计算机 他可能不相信 因为他已经去世了 就说呢 但后来的话 我前面讲的这三种模型 一个是 这个 就是这个 蓝不达计算模型 就是 第10体这个 还有一个是 图灵的那个模型 还有一个是地规的模型 这个等效的 后来可以证明了 你不用说 我都学了 后来又有科学家证明 这三种模型 是等效的 他们证明了 你说怎么证明 我也不知道 反正你听就好了 有论文 你去看 反正我看不懂 就多说一句的话 你就会发现 这些突破性的创新 并不是说 我这个振奋一下精神 比如说 你找个领导 给你讲讲话 你就把这23个问题 给解决了 或者我牺牲一批人 说你们就在这里搞科研 我给你2亿 你给我搞出来 或者给你10亿 你给我搞个芯片出来 这个不行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积累 他不停的去积累 是不是 比如说 我们可以说 谢尔伯特之前 很多年 他想出这23个问题 也许不是靠他想的 谢尔伯特是跟谁 跟刺义太后 是同时代的人 谢尔伯特 成为这个举世主目 数学家的时候 刺义太后还没有决定 还在那里搞这个 还天天想着 你们不要变革 是吧 不要搞议会制 把我权利给分了 我们想一想 英国搞议会制度的时候 那就更早了 那个朱元璋还在当皇帝 朱元璋还在给自己找坟墓 他不是说 我这个坟墓要埋在哪里 大清还没有建立 我们要想想 就是说之间的差距 过于极大 有三四百年 五百年 这样以上 这种差距实际上太过巨大 并不是说 我要靠这个几亿 或者十几亿 就能你造出一套模型出来 等这三种数学模型的 这个数学定理都搞出来之后 可能就是水到渠成了 我也是瞎猜的 你会发现 他们同时造了很多的CPU 并不是说 现在我们都用了 只是现在我们用了这一个 也不能说是胜出了 你就会发现 他们造的这些电脑的话 都是与数学相关的 但是我们用起来 我们打游戏 可能与数学没什么关系 所以呢 我前面说到 与数学好像没什么关系 你也要相信 除非你是这种 大卫·希尔伯特 或者邱奇 邱奇非常厉害 邱奇我认为 比图灵要厉害 只是 应该 还不能这么说 很多人认为 图灵很厉害 邱奇的论文 大家应该就看看 如果就算机器的话 你应该看邱奇的 图灵的论文看不懂 邱奇的能看懂 起初的时候 就是因为有了 这三个流派 就我前面讲的 这三个流派 做电脑的流派非常多 并不是说 我这个芯片 一定是英特尔的 没有这回事 这三个模型 都出了不同的电脑 只是 最后成功的呢 就是英特尔 你说为什么 是不是英特尔 一定做对了 就是 各种 各种都有可能嘛 就现在我们看 可能看 看不到就是 基于另外两种的 这个 模型的计算机了 比如说 函数师计算机 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 市场出现了不少 就是有美国自主知识产权 可能人家不这么宣传 就是我们出现了 不同的赛道 你看你们走的是 这个 叫什么 图灵赛道 我们走的就是 LISP 这个函数赛道 他们并不是说 从编程语言上去搞 他们是从底层 从底层硬件上 就搞 叫LISP机器 就是说 我这台机器出来 就是跑函数编程的 就是我前面所说的 这个计算模型 比如说有MRT MRDC 有什么 有这个LISP机器上 德州仪器呢 叫Explore 可能这个名字 你听起来像微软的 浏览器不叫Explore 但现在叫Edge 以前的时候 就Windows XP的时候 它的名字就叫 Internet Explore 德州仪器啊 它出的这个电脑 就叫Explore 他们名字聪明了 是吧 不过它确实是这个名字 还有失落的电脑 对聪明的 就是失落的电脑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说 这个 你看看你这个 叫什么机器 LISP机器啊 还是说函数编程机器 没有成功 是吧 但他们仍然是留下了 很多宝贵的遗产啊 比如说大家都用过手标 是吧 都用过这个 所有的人 现在Java也好 还是Python也好 他们不是有这个内存 拉起收集吗 你这个内存 我不用手工收集了 还有鼠标 都是在哪里做的 都是在函数计算机上实现的 实际上他们虽然失败了 但是他们的遗产还是有很多 好东西就是要相互的借鉴于抄袭嘛 所以呢 我还是建议大家 虽然函数编程 包括函数计算机 真的有函数计算机 就硬件上实现的那个CPU 然后失败了 但是呢 我还是建议大家 你学一下函数编程吧 你就会神奇的发现 如果你是写Java的 实际上我写了很多的Java 我们写Java的时候 我不是要严重的依赖什么 依赖设计模式 有多少种 23种是吧 哎呀 那个我们都要不停的去看 有这个模式 那个模式 你就会发现 这23种中 有个16种 还是17种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一旦是有了这个 Lambda之后 你就会发现 那那那那 那十几种设计模式 实际上没什么用 因为你一旦使用了 函数编程 你就会发现 那那十几种 实际上就不用学了 当然这并不是我夸这个 函数编程非常伟大是吧 函数编程 当然有自己的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它倒就成功了嘛 就我们现在用的CPU 可能就不是Intel的 不是图灵的 不是弘罗一曼这套架构 而是 有可能是 得住一期的Explorer 或者施乐的那台电脑 或者是MIT的Lisp机器 是吧 显然它失败了 你说失败的原因 我们事后 反正我是找不到 什么失败的原因 反正你要知道 美国曾经出现过 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 这种电脑就是了 并不是只有Intel这一种 当然就是说 没有想象中的成功 我就说到了Lisp 没有想象中的成功 函数编程 没有想象中的成功 就是说 如果我们一直在写 这个C语言之类的语言 来写自己编程的东西 你就研究一下嘛 研究一下函数编程 或者你如果一直研究 函数编程 就研究一下直级编程 就两个都有点的 就前面我说的 你学了函数编程 你很多的设计模式不用了 你如果你一直研究 函数编程的话 你仍然会发现 C语言东西 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好东西 你用函数编程的话 是非常难以实现的 两者都有点 不必厚此薄彼 我们经常是出现一个 厚此薄彼的情况 就前几年我这个是真实的例子 我有个同事叫小潘 他要实现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功能 就我们是通讯行业嘛 我们通讯行业 经常要做一个什么 就缓冲区 缓行缓冲区啊 作为一个数据结构来团什么 传放通讯中 你接受发送的数据嘛 比如说你在路易器上 他有个缓冲区 你就要传进来 然后取出去 这要非常简单嘛 就是缓行缓冲区嘛 数据结构 如果我们用C语言 去实现这样一个 先进先出的 这个缓行缓冲区 我就不解释了 什么叫先进先出 就谁先进去 谁先出来 跟这个站是不一样的 用缓行缓冲区 就可以像这个通讯程序 然后就是说提供你 互次访问嘛 就是说一个缓行的 就是非常小的一个 小数据结构 如果你用C语言的话 可能100行或者200行 就这个样子就实现了 但是我这个同事小盘 他当年就中了这个 每个人都有这么一段时间吧 他就是特别想用这个Haskill 它是一个纯函数 编程的语言 就是说他觉得那个非常好 他确实也很优美 很多时候他确实实现的很优美 他就打算用这个 去实现我前面说的 这个缓行缓冲区 再加上他又是 传种的那种程序员的性格嘛 就是说我们说 哎呀这个不行 他就说非行 很多人不都是这个样子吗 就是说 我们说你还是用C语言吧 他说不不不 我就要用这个去实现 就是我一定 我不但要实现 我还要一定实现给你们看看 但这个小盘不是菜鸟 他是Haskill高手 就是 但了他那段时间 他特别的推崇这个东西 后来当然了 他也意识到了 这个东西确实不行 然后那段时间 还有天天推广 这个函数编程 最后 但中的毒也下去了 就是脑子也下去了 后来因为他又谈女朋友 慢慢的也就好了 可能那段时间 没有女朋友憋的 如果使用 缓行缓冲区的话 一百多行代码 但是他这个用Haskill 搞了好多文件 然后大家都看不懂 就他能看得懂 最后我们说 那你跑一下嘛 因为我们是路由器上 你总是要 你写的这么好 我们要看一下性能嘛 你就会发现真的不快 而且也还比较慢 就是我说说 他用那个Haskill 其实并没有那么好 就是跑来又比较慢 然后代码 大家还都改不动 因此呢 最终还是说 你还是用个简单方法 用C语言是吧 一会儿就写完了 哎呀 这个时间又有点到了 我还是再讲一下 什么 最后一个模型 差点漏了 地规嘛 地规模型 我们都知道函数地规 我希望大家都知道 函数地规 就是如果你没有学过编程的话 你还是 如果你一旦是学过编程 就应该知道什么 叫地规 就地规模型 也是三种 计算模型之一 我以前在电台里讲过一个 就是世界上第一个女程序员嘛 叫Ada 拜伦的女儿嘛 Ada那一期 然后我忘了第几期了 她里面 我在里面讲了一个 什么 X分机 八倍齐的一个机器 就X分机 就她是用齿轮呀 又怎么搞 不是用这个二进制去搞的 不是用这个 就是布尔代数去搞的 她是真的用齿轮去搞 就X分机 它里面就是 它这个机器的模型 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 地规计算模型 它的这个地规计算模型的要点 就是你循环运行嘛 你每一次迭代的结果 将成为下一次迭代的输入 就是我要算100次的话 我第100次 就是第99次的这个 不是第99次 就是第100次的 叫什么 输入是吧 它的输出是它的输入 就不停的这样 就是一次迭代结果 将成为下次迭代的输入 每个函数啊 就是前后相继嘛 相同的规则 最终呢 完成整个地规 得出一个结果 这个也很厉害 八倍齐机器 但现在也没有人做这个东西 后来好像是有人做出了仿制品 你要知道 大家去美国的网站 你就看到 你会发现 这个后来被腾讯收购了 叫什么 我忘记叫叫什么了 Reddit Reddit这个网站上 有很多的人发明各种各样 没用的东西 咱们中国不是有一个 也有很多的抖音上 还是短视频上 你会发现有一个叫手工笛 是吧 他会发生发明各种各样 没有的东西 你就会发现 在美国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你他的发明一点用都没有 你一看就是没有用 但是呢 他一旦是有用 出现那么一两个有用的 就是说巨大的突破 真的是巨大的突破 我在这个Haskill上看过 因为手工笛 他基本上就是发明一些 中国人能看得懂的这种 仍然是比较简单 仍然是比较简单的发明 就是又没用又简单 我们能看出来 就是图我们一个快乐 比如说我弄一个小车 这个样子 但是在美国的那个Reddit上 有很多人发明什么 就是说我把八倍器机器 我就要让它算出插分机来 多少个齿轮 几万个齿轮 多好几年 你会发现 它也是一个计算模型 它最后真的能成功 后来就是那人不停地复制 我看那几期 看到你知道你就觉得 真的是厉害 大家去搜一搜 Reddit 好像这个网站被腾讯搜了 就算开始闪帖了 后来被人抗议 抗议之后 他又把他的帖子给恢复了 反正挺逗的 美国最大的一个社区网站之一 Reddit 大家就可以去看看 上面有各种各样 稀奇古怪的 也有色情的 什么都有 就是说 我不知道有没有强 反正想办法吧 你去看一下有各种各样 奇奇怪怪的发明 99.999%是没有的 但是有那么一两个出来 然后你就觉得 哇 这个真的是厉害 有些人 复制这个八倍器 多少年前了 一个台机器 几百年前的机器 他们真的把它搞出来了 还在那里拧那个 拧什么 拧齿轮 然后算出一个结果 这也是一种计算机 就是说地规计算模型 就绝大多数 这个我们在现实之中 就现在我们编程的话 你是函数 编程语言的话 很多是没有提供什么 像我们是语言的话 你提供了循环是吧 但是比如说你是scheme的话 是Lisp语言的话 它没有提供循环 就是我要实现100次 怎么搞 就是我没有办法去提供这个循环 不是for循环吗 是语言之中 它用什么 它用地规来取代循环 就绝大多数语言 都支持函数的自调用 我调用我自己 在这些语言之中 函数是可以通过调用自身 来实现地规 当然就算理论 就有门咱们数学家 搞这个 就证明整个的地规 你这个作用 是完全可以取代循环的 我只用地规就可以 包括我刚刚说的这个scheme 它就没有循环 它完全用地规来调用了 大家也可以c语言也好 还是任何语言也好 你只要学到地规 它都拿出一个例子来嘛 大家也其实没什么创意 大家都在弄那个 斐波纳切数列是吧 你算一个斐波纳切数列 你就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 所有教科书上 都是拿出它来 来搞一下就算了 或者你怎么写个伪地规 循环怎么改成伪地规 这个样子 好了 这一期呢 我就讲这三个计算模型 都只是倾听点水的 那么提了一下 希望就是说 能开口你视野就好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 竟然有三种模型 出现了那么多奇奇怪怪的 计算机是吧 并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一种 你想弯道超车的话 你可以选另外的赛道 你看美国经常 经常超车是吧 也许以后你很难说 这个函数 函数编程的这个模型 然后剁出一个CPU 出来是什么样子 或者是八倍齐 几百年前的 这个齿轮搞的 也许真的能出现 一个很神奇的发明 也不好说 就是说 我这三个模型说到这里 就是说 开阔一下你视野嘛 不要是老是 紧盯着一个地方 好了这一期就到这里 再见